1月12日14时55分许 平顶山天安梅夜股份 有些公司12矿发生一起 梅与瓦斯突出事故 截至目前 共有9人遇难 7人失联 事故发生后 省委省政府迅速贯彻落实 中央领导批示精神 组织开展救援工作 省委书记楼阳生 第一时间做出批示 要求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 妥善做好遇难者善后工作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全面开展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隐患排查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长王凯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孙守刚 迅速赶赴现场组织救援 并做工作部署 王凯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启生 在事故现场共同指挥调度应急救援 善后处置等工作 并于13日上午主持召开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紧急视频会议 对事故救援处置 和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在部署 在落实 目前 平顶山已成立现场 抢显救援指挥部 省级也已成立应急专班 原员搜救和后续处置工作 正有序进行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